今天台股呢 早盘受到了台积电 受到了大泪光疲弱的影响 一度一开盘 重挫了将近有百点的幅度 不过还好盘中受到了 路股开低走高暴涨的带动 让今天台北股市由非翻红不说 还占上了9900点关卡后 一路上攻 中场呢 台股就涨了55点 收在9974点 而今天的成交量 反弹起来 当然大家有点观望 今天的成交量 只有109亿元 不过连续两天 日K连两红 而且这个波段以来 都维持在这个低点 9740点是并没有跌破的 而看到了今天 台股的这个红K棒 震上了短期的五日均线 台股在这里真的要直稳了吗 我们要来看一下 带动台股今天上涨的主要工程 那就是它大陆股市 大陆股市当中 今天全面性的暴涨 为什么用暴涨来形容呢 因为今天不仅涨 而且还涨很多 我们看到了在上阵指数的部分 今天一口气大涨了104点 对于它现在的指数 来到2654点来比 今天陆股的涨幅几乎 4到5%跑不掉 这么强烈的涨势 而且呢今天券商A股全线拉抬 陆股市暴力往上冲 上上阵指数就涨了4% 上阵指数就大涨了4.9% 创业板更是涨了5%以上 所以看到了上阵的日线图 在上个礼拜五破底 来到2449点之后 今天出现一个跳升的红K棒 而且相对带大量 为什么在陆股今天能够出现 这么暴富性的反弹呢 别忘了上个礼拜五 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已经告诉您 现在中国大陆政府 可以说是全面性的在备战 而且奋力一级 好 很罕见的 最近呢这个大陆的官员 从上个礼拜五 一直到放假的礼拜六 礼拜天接连出来信心喊话 而且层级最高到谁呢 到习近平 现在他们在安抚民心 希望能够在大陆的GDP 公布出来 创下金融海啸来新低的同时 能够稳住大家的信心 告诉大家不要怕 就算有任何的问题 现在还有政府在撑呢 所以我们看到了在现在 这个最近这几个月 不管是在中美贸易战的升温 中国的经济放缓 民营企业陷入了经营的困境 更是有许多的公司 面临了被国有银行收回 职押股权的危险 所以这些中央高官们 陆续的出面信心喊话 希望能够缓解大家的忧虑 好 我们来看看他们讲些什么 首先来看到的是习近平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他在写信给民营企业的 企业主当中 这封信里面就谈到了一个重点 说他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 这是中央一贯的政策 好 当然 为什么他会特别点到 民营企业这个部分呢 因为现在大家非常担心 民营企业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 为什么会越来越困难 第一个 因为大陆的经济在衰退 所以民间的企业经营 本来就非常的不善 再加上如果我有了债务 再加上最近这个股市的崩跌 入股的大跌 我很多股票质押的 或者是要筹的资金筹不出来了 没有钱了怎么办 我只能去引进大股东 谁是我的靠山 就有可能是这些政府的资金 所以我要引进这些政府的资金 来帮助我民营企业 来度过难关的同时 危机也就这样来了 虽然有可能稳住 但是以政府大陆的力量 在这里会不会又由政府来主导 所以导致了现在市场上有一种情形 叫做国进民退 好 什么叫做国进民退呢 其实它是一个经济学的术语 所谓的国进民退 如果按照字面上的意思 当然就是说国家进入一个企业 而民间呢 则是退出了这个企业 某个领域在国有资产 进入的情况之下 而民营的资本就被迫要撤出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民营企业不管他是在一个领域也好 或者是在一个行业也好 他因为呢自己出现了一些困难 所以引进了国有资产 引进了国有的资金进入 帮助他度过这个难关 但是民营的资本 原本这些民间的老板 却因为国有的资金进来 而有被迫撤出的情形 所以是不是等于这些民营企业 我原本自己辛辛苦苦经营的 而要拱手让给国家呢 那如果这样的情形越来越发生的话 那对于整个民间的信心来讲 当然会是非常浮动的 我的财产 我的这个产业 会不会就被政府给抢走了 所以现在这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真的是来自于在经济面当中 大家非常非常担心的部分 所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才会特别在这个周末 亲自写信 亲自出面来稳定民心 那礼拜六的时候呢 他就公开发表了一封信表示说 现在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 一直都是中央一贯的政策 意思就是说 他们并没有要做国际民退这件事情 那他也驳斥了任何说要弱化民营经济的这个言论 所以看得出来习近平呢 现在对于民营企业来讲 要破除市场上的谣言 而且亲身的来说 政府是非常支持民间企业的 并没有要把民间的这个企业给抢过来 好 除了习近平之外 当然还有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刘鹤 刘鹤他也在上周末加班 加班做什么呢 在召开会议他就是要求呢 现在要实施中性的货币政策 来解决民营企业融资的难题 好 看得出来 他的方向跟习近平一样 也是要来解决民营企业的问题 好 他现在已经要求财经部门了 要尽快地落实对外宣布的政策 像是先前有公布说要鼓励长期资金入市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赶快做 还有要扩大开放等等 那已经宣布的政策 他希望政府能够加把劲 赶快地来落实 而刘鹤也承诺说 将会实施中性的货币政策 来解决中小企业 还有民营企业在融资 在借钱方面的问题 所以大家如果借钱好借 对于资金周转来讲 才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 所以他这番言论就是希望呼吁银行 呼吁金融界不要随便对中小企业 随便就把贷款可以抽走 随便就叫他们要赶快还钱 那这样子对中小企业的压力 就会相对比较轻一点点的 好 看完习近平跟看完刘鹤 在上个周末的发表谈话之后 当然现在有实际的政策 所谓实际的政策就是说 除了已经公布的要赶快落实之外 现在还有新的政策 新的政策除了刚才讲到 要力挺民营企业之外 还有就是针对个人所得税的部分 要大减税了 难道是看到了川普这个减税有成 所以中国也想要来效法吗 还是说在他们的GDP 经济成长率降到了金融海啸来心低的同时 他们真的不得不出招 来挽救民心呢 所以我们看到了民众 大陆的民众有可能纳入迎来零纳税的时代 什么意思呢 好 他现在要公开征求社会的意见 而公开截止的日期在11月4号 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呢 希望大家税负可以减轻一点点 小缴一点税 那如果要少缴一点税的话 当然你的扣除额如果越提高 我能缴的税就会越少 所以他们公布出来 现在不管是在个人的所得税 或者是有一些专 这个专款专案的这个办法呢 好 现在政府公开征求社会的意见 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来告诉我 而在11月4号之前 我会搜集意见之后 再来制定我自己的政策 那目前为止呢 根据新的办法 似乎有琢磨在这几项 也就是说 现在有6项的扣除额 而这6项扣除额呢 几乎都有提高的可能 好 比如说上是子女的教育 子女的教育呢 你一个月就可以扣1000块钱 那当然这里的金额 是以人民币来计价的 如果子女教育呢 一个月可以扣1000块钱 继续教育就是继续有在网上 除了应尽的义务之外 还有继续在教育的 这个一个月可以扣3600到4800块钱 如果你有抚养老人家 一个月可以扣2000块人民币 如果有生病有医疗的部分呢 一整年可以让您扣到6万块钱人民币 如果您住房子是贷款的话 你贷款缴的利息 一个月也可以让你扣1000块钱 那你如果住房是租房子的话 每个月可以让你扣800到1200块钱的人 好我们来加一加哦 如果说这个新办法顺利通过 在明年的1月1号正式开始实施的话呢 好这00总总6项项目加起来 大概最多可以扣到1万块钱的人民币哦 如果说你的薪水刚好就是1万块钱的这个人民币 1万块人民币大概是台币的4万5到5万 如果你是在这个区间一个月的薪水的话 那你缴的好这些扣除了再扣掉的话 等于你不用缴税耶 所以为什么他们会说现在民众有可能要迎来 零纳税的时代 就是说这个新的办法 如果过关如果这个扣涨的这个金额真的有提高的话 你1万块等于全部都让你扣完了 你都不用再缴任何税了 那如果不用再缴税 那就表示你自己赚来的可以自己用 那对民间消费对于整个经济的活路度来讲 刺激是不是真的就会大有帮助 所以现在中国政府呢瞄准了减税的这一块 希望能够用这样的方法来刺激经济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在这个政府强力喊话的情况之下 不仅今天这个路股大涨了4%到5% 甚至人民币的趋势也有贬势趋缓的状况 好所以我们看到人民币的走势图在今天来看呢 升到这个6.9236的确没有再破气的大关 礼拜四礼拜五的这个高点在今天是没有贬过的 好今天有升值的这个情形 那当然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像是习近平 像是刘鹤之外大陆国务院的总理李克强 他现在也说了政府呢要大力的减税 就是对于经济的一大利多 因为减税对人民来讲是最实质的感受 那今年是大陆的改革开放40周年 他们将会继续加强智慧财产权的保护 所以呢在智慧财产权保护的这个部分 好制裁法的保护 这样的言论是不是也是在呼应 讲给美国听的呢 因为美国就是觉得你中国大陆一直在 票窃我的智慧财产权 所以我要磕你关税 我要来制裁你 但是李克强讲的这番话当中 其中包含了他们将会继续来加强 智慧财产权的保护 意思言外之意其实也有一点喊话在给美国听 好除此之外他还说人民币不会尽商的来进行贬值 好这个部分当然也是对于美国的喊话 那中国经济的部分呢 其实啊基本面还是非常健康的 仍然有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所以在整个李克强的谈话当中 看得出来第一个 他认同减税财的方案 再者其实对于智慧财产权还有人民币 这种美国非常债益的问题 他们也有持续在关注当中 好所以看到了中国的GDP 真的第三季放缓到了6.5% 创下10年来新地的同时 大家真的非常的紧张 非常的忧心 所以现在政府纷纷出手 希望能够来力往狂澜 这么多的政策这样做下来有没有用呢 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减税 人行货币政策委员的这个马骏 他就分析了 他说啊中国在明年要减税的力道呢 有可能能够刺激GDP达到一个百分点哦 而且这个幅度有可能比美国还要来得大 所以我们看到了在人民币的部分反映出来 资金并没有继续的外逃 那至于他为什么会认为 中国大陆这一次减税的刺激规模 能够比美国还要来得强劲 我们稍后也会继续针对美国川普 又提出要减税第二次 这个减税2.0的方案 有可能在今年的11月中要提出来 我们两者一起来做做比较 看看到底谁的减税是比较厉害的 我没有可能会认为 我们下重点减税是比较大 我还能够打开 我只能试你 我只能比较大